熱餅都買了 他們都慶祝了 現在就得過夢了 其實現在我們都很迷惑 因為真是不知道 副地盤負責人是誰 沒有人應頭 也沒有人聯絡我們 難聽說 如果不是今天 另外那位邵氏的家人 打電話給那個盤頭的老闆 我都不知道我爸爸出了事 我今天還約了他 打算找他而認識 有沒有茶 一中懷疑涉及流化輕中毒的奪命工業意外 在中秋節前夕 帶走了兩個家庭的爸爸 事故發生之後 有人質疑事件涉及人為疏忽 這次我們帶大家疏理一下 柯氏顛道地盤工業意外 兩名懷疑沼氣中毒的地盤工人被人救出來的時候已經昏迷 需要用到自動心外壓機搶救 送完之後證實不治 現場是西九龍柯市顛道西的一個地盤 兩個六十多歲的男工人 國伙計及劉布祥 星期六早上在地盤地底維修管 他們原定下午五時下班 但國伙計的太太 遲遲未見到老公回家 於是透過他的同事 拿到盤頭的電話了解情況 結果盤頭回到地盤 才知道兩個工人還在現場 之後才報警求助 涉事的地盤 有一條大約二百米長的地下管道 消防員在地下六米深 大約一百米至二百米的距離之間 找回兩名事主 現場消息指 涉事的地底流化氫濃度很高 涉事的地底流化氫濃度很高 懷疑兩個死者流化氫濃度 救援的難度就在於要確保現場環境安全 救援期間需要同步抽走管道入面的氣體 港鐵就說 今次事件涉及商場原坊冷氣系統的 海水冷卻喉管更換工程 工程由冷氣承判商負責 有關工人工作的地點 位於西九文化區地盤的下面 港鐵就說 對事件高度關注並且感到難過 會全面配合相關部門調查 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作日 誰知道丈夫出門後就回不了家 一場工業意外奪去南工人國伙記的生命 而她的太太也沒有想過 一段日常限料會成為兩個人最後的對話 她出門 我說 你忘記帶風扇 你的風扇你不拿 她說 幾天沒有電 沒有電 我說昨天又不充電 沒有電嗎 我說你還有一個 兩個 你拿那個去吧 她又沒有拿 她又不斷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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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名死者 劉浩祥 她的兒子 就透露爸爸 星期六晚開始失去聯絡 Whatsapp顯示單聽 去到星期日十一點多 收到電話 才知道她的死訊 我們都很迷惘 因為真的不知道 那個地盤負責人是誰 沒有人認同 也沒有人認同我們 難聽說 如果不是今天 另外那位邵氏的家人 打電話給一個盤頭的老闆 我也不知道我老闆在那裡 我今天還約了他 打算運去吃 有個茶 我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想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意外 密閉空間不是應該有人放著才做事嗎 為什麼會有兩個人沒有收工 沒有人知道 以為他收了工 老闆都不知道 只是在一個渠裏做事 不是有人在外面安全 管工去了哪裡 收了工 兩個男工人受困管道 隔了一天才有人發現他們 有消息就說 懷疑是工程經理沒有做完安全評估就走了 據了解 他們在星期六早上10點進去管道 六個小時後 即是當日下午4點多 工程經理已經發現兩個人失蹤 之後也有其他工程人員試過找他們 但發現管道上鎖之後就走了 其中一名死者的家人在當晚發現他失聯 直到星期日早上6點半才找到承辦商的工程人員 這個工程人員發覺事態嚴重 立即爆開管道出口的鎖 最終兩個工人進入管道之後 大約21小時才揭發慘劇 由於現場的秘露電視 只拍到地盤出入口 所以暫時未知誰鎖了管道入口 意外發生之後 其中一名63歲死者劉浩祥的人 星期日在元朗朗平村的家門口拜祭 一家人還未接受到這個現實 劉浩祥留下老婆和三個子女 剛大學畢業的小女 12月便會舉行畢業禮 但爸爸已經看不到 其實我最希望是給到一個解釋 是的 還有要知道誰是負責人 是的 還有賠償就要 但是這件是第二件事 但是我最想知道 為何會發生這件事 除了是被人鎖了門外 我也知道為何沒有那個本工 那個本工為何會容許 兩個工人在一個密閉空間裡面 到工人其實就離開了 甚至是所謂的 但是最後沒有人知道 有說過要回家 其實家賓這些東西是很普通的 但是他都會說的 或者我們打電話幾個月 其實他都會收到的 因為我們看他的時候 可能他都在忙著 所以現在都會說 我只是覺得 哇 真是出了這麼大件事 那個是警署上來拍攝 我們最後才知道 原來爸爸出了事 是的 因為那邊沒有緊急領導人 所以最後 不知道他們怎樣查 最後查到警署到 然後查到地址 然後查到警署上門來拍攝 劉浩祥是這一家人的經濟支柱 細女說 爸爸這次工程 在今月19日開始 平時就算加班到凌晨 也會主動跟家人說 而這次直到警察上門 他們才知道出了事 女兒始終認為 這次除了是工業意外 當中也都存在人為責任 警方重案組探員 星期一中52點多 在港鐵職員的陪同之下 再來到西九龍 阿士顛道西1號的地底管道工地 調查這一宗案件 警方在工地中逗留了大約一個小時 離開的時候 沒有帶走任何證物 也沒有拍照搜證 警方在下午 聯同兩個總承辦商的經理、職員 和律師再度現場調查 他們逗留至下午4點半離開 警方最終帶走兩人調查 意外細節在第二天開始曝光 包括工程大判是稅件基點工程 而判是審事創建 兩名死者都是審事的直屬員工 按照工程的進度 事發的時候 兩名死者 理應在閘門大約10米範圍內 清走喉管的水 不過消防員 是在管道大約100米以外 發現兩名死者 他們照計不應該出現在那裡 而現場所見 管道內大約有一寸深的積水 消防員就發現 裡面的流化氫濃度 比正常水平高出五倍 兩名死者的家屬 星期二去到葵聰公眾臉防認屍 家屬神情哀傷 離開的時候沒有回應記者提問 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二 在召開行會之前 亦都表達對今次意外的關注 並且向死者家屬 致意深切慰問 警方從刑責方向調查中 重新必定依法追究 在法律方面 我們已經強化了在職案件的法律要求 刑罰是可以導致犯罪行的人士 是監禁兩年的 當然法律是可以提升法則 去阻嚇 亦都去懲罰一些違法的人士 但是無論法律多少 都是要人遵守的 所以每個人都要參與其中 去確保我們的職案件 是做到到位 他又強調每次發生意外 要釐清責任 而勞工處已經即時巡查封物式工地 以作防範和監督 建造業總工會職業安全顧問李光星回應事件說 這次情況很奇怪 因為進入密閉場地之前 需要簽署工作許可證 行內就認為一般在地下管道工作 不應該超過八小時 他又說法例規定在地下管道工作的工人 一定要完成勞工處認可的核准工人課程 工人亦都需要根據現場評估報告的建議 佩戴個人防護用品 亦都需要佩戴警報器 而密閉場地外面 一定要有人監察工作情況 並且要和在管道工作的工人保持溝通 李光星說 雖然現場設備有通風排氣用的橙色帆布喉 不過有時就算有通風喉 都未必安全 因為要視乎通風喉進入的深度 可否有效稀釋危險氣體 如果通風量不夠 不能達到稀釋的效果 就仍然有機會發生意外